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我们在学习新知识之前 那这节课 我们主要是 让大家了解一些概念 那最主要的内容 包括有几点 我给大家列出来 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 让大家了解 MVC这种设计 模式 第二个 让大家了解 P2P的框架 不管是P2P框架 其他语言里边框架 也是这样的 第三个 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 模块 什么是 操作 在一个项目中 如何 合理的 划分 模块 和操作 这是我们 这节课 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几个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 第一个 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概念 MVC设计模式 其实也不算什么难理解 就看你 如何去领会了 首先呢 在不说MVC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设计模式 那什么是设计模式呢 其实就是前人总结的一些经验 然后呢 你干同样的事 来参考他的这个经验 你也能办同样的事 这就是一种模式 就比如说 比如说 咱们在做一个无限分类 咱就拿远战来说 比如说一个无限分类 那我写的非常好 假如说是 那你在写无限分类的时候 自己就不用太多想了 反正无限分类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参考我的去写 那我写的无限分类 就可以说 作为你的一个设计模式 再比如说 一个经典的增生改查 对一个模块的增生改查 如果我写的很好的话 那你在写增生改查的时候 完全仿照 那就是在参考的设计模式 所以说设计模式呢 不是基本预法 而是前人的一些经验和总结 那不光是参考别人的模式 假如你自己写一个 比如说 站内短信的功能 短消息的功能 你就觉得你代码写的非常好 那你可以把它总结下来 把思路保存起来 那以后再写的东西 就可以参考自己的模式 所以呢 大家在平时开发中 要多学习一些 开发的模式 这样的话 当你遇到同样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不用自己动脑想了 参考对设计模式 因为既然能成为模式的东西 肯定是这个 步骤呢 是怎么的 非常清晰 非常合理 只要参考写就行了 你自己想的 有可能不如参考这个模式写出来的 这就是设计模式的一个概念 当然了 大部分咱们通过一些教材 或者是网上一些看到设计模式呢 通常都是跟面向对象有关的 因为现在是面向对象开发嘛 那根据对象有关的模式很多 比如说 单态设计模式 也就是单力模式 或者单件模式 工厂模式 观察者模式 对吧 这些都是跟面向对象有关的设计模式 那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 MAC这种设计模式 是将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或者是一个项目中的一个模块 分成三层的这种模式 那它的优缺点呢 后边能够详细介绍 其实呢 软件的设计模式呢 就是一套被反复使用 多数人知晓的 经过分类编 经过分类编写为目的的 那代码设计和经验的总结 使用设计模式就是为了可以重用代码 让代码更容易被其他人理解 保证代码的可靠性 所以大家在评设计计是多总结一些模式 那咱们这个MAC模式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设计模式 MAC呢是三个单词的缩写 M是MODL model的缩写 然后呢 V呢 是VIEW 然后C呢 是CONTROLER 这三个字母的缩写 既然是三个字母缩写 你可以 这个名称叫MVC 其实呢 你写成绩的时候 不一定说 先从M写 再写VC 再写C 写的顺序不一定 这个 他只是把这三个字母叫MVC 你叫的时候别叫CVM或者VCM 这样别人不知道 所以名称是MVC 但是这三个模块 你可以看你设计去写哪个 所以呢 MVC目的呢 就是实现咱们做的开发的一些软件啊 或者是系统 或者是外部系统的一些职能分工 他呢 强制性的 使咱们的英语程序的输入 处理和输出 将它完全分开 那分开的好处干嘛呢 可以各自处理自己的任务 它是一种分层的概念 比如说 M层 那就是model层 那实现系统中的 业务逻辑的处理 那视图层呢 微流层呢 那就是用于用户的一个界面 或者用户的交互 那control层呢 那就是中央处理器 那它的层就是处理model 与视图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那后边咱们会详细介绍 所以呢 像MV系模式呢 它可以分派用户的请求 并选择 适当的视图 用于显示 同时呢 它也可以解释用户的输入 并将它们呢 映射为模型层 变成可执行的一些操作 等等等等 当然了 这些呢 都是概念上去叙述的一些东西 那咱们就详细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MV系模式 那MV系模式在web中的应用 以及MV系模式的工作原理 最重要的是MV系模式 如何将你项目划分成MV系模式 在前面咱们接触过的peerp代码 大家都会看到 也就是在咱们web应用的程序中呢 就是假如说用peerp开发的系统 或者用gsp开发的系统 那你会将呢 数据库查询的语句 这样的话 这样的数据层的代码 和html这样的表示层的代码 会混在一起 这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混编 那经验比较丰富的呢 这些开发者呢 会将数据从表示层分离出来 但这通常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他要精心的计划和不断的尝试 才能将它分开 那对于咱们peerp成本来说呢 咱们使用smart 也只能做到将程序分成两层 比如说smart模板 那就是界面层 对吧 那后台的处理 连接数据库等等等等 那peerp端 也就是用语言去分成的两层 那这两层呢 前面刚刚介绍过smart 如果大家是顺着去学的话 你肯定会了解 如何将项目分成两层 而两层呢 通常也是不够的 在服务阶段peerp编写的 那还需要将peerp端 再分成两层 就是mvc从根本上能强制的将程序分成三层来管理 那尽管呢 构搭mvc应用程序呢 是一个额外的工作 但是呢 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呢 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 咱们要想使用自己单独写项目 一个小项目 尽量不用去往mvc模式设计 因为你想写出这个结构来 你得需要大量的代码 所以说 你用框架的话 就很容易实现这个mvc结构 所以呢 咱们后面介绍框架 咱们还会介绍框架和mvc结构的 一些关系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mvc这种设计模式的这种工作原理 和详细的怎么分层 这点是咱们需要掌握的 mvc呢 现在呢 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软件设计模式 它不光是在咱们peerp里用 因为它在所有的开发的系统里边 基本上都可以用到这种模式 也就只要写软件 你都可以把它分成三层 因为只要是软件 那就有什么 就有控制器 只要是软件就有界面 对吧 哪怕是命令行上输入的 那也是界面 那只要是 软件 那就有流程 是流程 就有业务流程的处理 所以呢 任何语言开发的时候 都可以介绍mvc模式 所以这种模式是比较成熟的 那每个人如果写软件 都是参考这种模式 那么代码肯定相对于 看来说比较统一 这样的话 我读别人的软件 或者别人读我的软件 都比较好理解 这是mvc模式的很多好处 而当peerp呢 才是近几年 随着peerp的成熟 那peerp呢 它成为lamb 就是平台上推荐的一种 就是mvc呢 就成为lamb平台上一种 推荐的一种设计模式 也是呢 现在的peerp爱好者呢 非常感兴趣的设计模式 并且呢 大部分项目都在转成这种模式 比如说你可以 观察一下 现在互联网能找到的一些开源产品 那前些年的都是混编的 在近些年的开源产品呢 在逐渐都是走 面向对象 mvc设计模式 这样的思想 所以呢 增长趋势呢 很明显 所以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增加 那这种mvc模式呢 将对于我们的外部应用开发 无疑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设计思想 但是不是新的设计思想 早就有了 只是咱们早期没有往这边上转而已 因为认为说混编比较容易 小项目可以 但大项目想控制起来 控制起来的话 你要不用mvc模式 那就非常的繁琐 所以呢 无论你是选择哪种语言 无论应用多么复杂 他都能为你理解分析应用模型时 提供最基本的一些分析方法 也能为你构造产品的提供清晰的一个设计框架 还能为你的软件工程提供规范的一些依据 所以说mvc模式这个思想 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那就算你现在在这节课中 你只是这节课 我只要你会了解就可以 知道mvc不能说这节课 就完完全全能把mvc理解透 有的人用了几年时间才把mvc理解透 所以呢 目的是大家了解 如果能理解透那就更好 但是如果 你了解了没理解透的话 咱们通过 后面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当学框架啊 和后面项目 那估计这些全下来 那你就可以对mvc模式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这是现在主要推广的一种设计方式嘛 那mvc设置思想呢 就是将一个营充程序的输入处理和输出的流程 按照这三层进行分离 那这三层的分别咱们用汉字标识的话 那他就是model那就属于 模型层 那这个呢 就属于 咱们说的 视图层 这个 咱们说的 控制层 也叫做控制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看一下 我用画图来说明 咱们前面刚刚学过smart 那学smart的好处呢 原来在混编的时候 一个程序就是一个成 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程序就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整体 就像一个公司有一百人不分部门一样 那就没有侧重点 非常的乱 所以呢 MAC模式就相当于一个程序 给它分成了三层来管理 那都哪三层了 所有的web前端界面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层 那业务流程的控制 我们把看的是一层 业务流程的处理 我们把它看成一层 所以呢 我们这会 M这会是什么 微层 也就是咱们说的视图 这会 C层 也就是咱所说的控制器 这会 M层 我们叫做什么 模型层 模型层 那将一个代码 原来是一个整体 分成了三层 但是一定要切记一点什么呢 并不是说一个项目 把它分成三层就行了 在写程序的时候 一个项目是由多个模块组成的 而是项目中的每个模块 怎么的 里边详细是因为每个模块 是独立设计完成的 所以每个模块又分成三层 每个模块又分成三层 那怎么去分呢 比如说咱们先拿实际的 比如说一个公司也好 一个工厂也好 那他去分情况 这怎么分呢 比如说 控制器就像 比如说拿一个工厂来说 控制器就是一个领导层 控制器就是一个领导层 那试图呢 就相当于市场部 与外交互的 而模型呢 就像一车间 车间 那比如说 控制器呢 就是整体的一个掌控 比如说市场人员 市场人员怎么的 接到一个单子 他不会说直接找车间去生产 这有可能越权了 所以呢 试图人员干嘛 就是市场人员会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控制器 报告给领导层 领导层的经过分析 一看啊 这个单子确实真实有效 而且能给我们带利益 然后安排模型去生产 安排车间去制造产品 批量制造产品 那那控制器呢 他领导层 他不会去做市场的工作 去跑市场 他也不会到车间去干苦力 去生产东西 所以他就是管理 所以你接着他请求 然后通知他 分析 然后通知他 那模型将数据做完之后 他不会交给市场 说你直接卖吧 也要给什么 告诉管理层说 我这个东西做完了 报给他 那控制器说你做完了 那他得找一些销售人员 也属于市场人员 去把这些东西 怎么的 卖出去 所以在公司里边呢 三次模式就是市场部 生产部 和领导层 这样的区分的 而在咱们项目区分 怎么分呢 分第三层 最主要的是 这部分 是web前端 那咱们前面 使用个smart 咱们很容易编写 设计模板 咱只要用rtmcss 加上scribe的 加上smart 咱们就能把模板做出来 那最主要不好分的 你是这两点 因为咱们如果 再不涉及到 其他语言的情况 如果用prp的话 那这一段 都是prp语言去实现 当然的话 你可以 如果你了解 其他语言的话 像c层 咱们用prp实现 目睹层 咱用c++实现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目前为止 你们现在假如是 只理解prp语言 只属于prp语言 都用prp语言写 你最不好分的 也就最纠结的 就是 如何能 利利缩缩的 将控制器和模型 给它完全分开 这是你最困难的地方 而试图之后 就不用多说了 那就是显示一些 呃 业务状态数据啊 接受用户请求啊 把输入啊 传给控制器啊 就是你看到的界面 那最不好理解的 就是控制器和模型 那咱们就好好来分析一下 其实用啊 传统的 你看到书上的也好 或者什么概念也好 控制器其实 它有三点 接收 接受用户的请求 调用模型 想用户的请求 选择试图显示 想用的结果 那概念上你是不好分的 那怎么办呢 给大家说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那就看什么是控制器 控制器是咱们这个模块 MV7分层的一个核心 因为任何一个功能模块 都是有业务流程的 那什么是业务流程呢 就比如说 我现在中午了 马上到中午了 我去食堂吃饭 对吧 那你用语言描述 你给它分出步骤来 那第一步 我下楼 第二步 我进入食堂 第三步 我选菜 第四步 我刷卡 第五步 吃饭 第六步 穿上饭 送盘子 第七步 回来 那这就是我去吃饭的一个流程 分成了七步 所以说 咱们在写系统的时候 任何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都可以划分成步骤 那这个步骤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这就是流程 这就是流程 对吧 所以控制器呢 就是将这个模块的流程写好 所以 P2P语言最适合写的就是控制器 任何一个功能 比如刚才吃饭的七步 那我就可以 在这里边 我如果用七句话来描述 那这里边有可能我就用七套代码就能写出来 你看 第一点干嘛 第二点干嘛 第三点干嘛 第四点干嘛 第五点干嘛 那这就是看一个流程 控制器就是这个业务流 跟实际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个流程 叫业务流程 那 要想保证它的代码清晰 你看一下 就是去判断这个步骤 那 如果其中有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什么复杂东西 比如说 我去食堂 我选完菜刷卡 那 刷卡后才涉及到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对吧 如果我把那刷卡的整个过程 如果写在控制器里边 那代码就不是说七条能完事的 有可能是七千条都完成不了 而那个刷卡的那过程 那或者说 比如刷卡是第三步 是这个步骤 第三步 对吧 那这块我们执行 控制器里边只写流程 而这个真正的处理过程交给谁呢 把这个刷卡的真正的过程写在什么 写在model里边去 写在model里边去 有可能这里边有七千条代码 或者七百条代码 或者七十条代码 或者七行代码 在这里边 那 我只需要一调用这个 刷卡就刷完了 我的流程就能保证一条代码清晰 所以说 模型就是对 业务流中的某一个步骤的一个处理 所以说咱们写程序最重要要保证这个清晰 我要想读懂一个系统的话 那我读控制器我就知道 假如我不了解 假如我作业的是一个银行系统 那银行系统的比如存取管的那个流程 我不了解 那我看那个代码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就把流程看完了 就了解了这个流程 所以说写控制器的人 最注重的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跟实际工作中的业务流 要完全的理解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去写好控制器 对吧 当然控制器免不了要跟试图去沟通 因为任何一个系统过程 比如说用户对一个流程想添加 对吧 那他得有一个添加界面过来 对吧 然后控制器呢 有个步骤说展示个用户数据 那你还得把数据给哪个戒图 给哪个视图去输出 所以写控制器呢 要了解流程 让这里代码一定要尽量简洁 一定要尽量简洁 而且简洁到什么程度 一条代码就是一个功能 就是一个步骤 如果 当然了 有很多人比较偷懒 比如说假如说第五步 就有三四条代码组成的 假如第五步 咱们原则上是写一条代码 但是有可能说 他有三四条代码 那我把三条代码建个model 在这里写 然后呢 在这里边调用一下 有的时候 咱们写控制器的人会 会偷懒干嘛呢 就几条代码的时候 我写到这就行了 对吧 几条代码 写在这里就行了 不用说非得放在这里边去 因为C层和M层 或者MVC 它不是语法 它是参考的模式 你C和M层合到一起 也可以 但是你想要如果合到一起 那么 看流程非常费劲 非常难理解 然后呢 看模型的具体操作呢 也混在一起 非常的 不太好理解 所以能猜个尽量猜个 但是个别的几条代码的话 只是在读流程 多看几条 所以不一定说 非得往model里写 这是写控制器层 记着 它干嘛呢 就是业务流程 你就这么理解 非常好理解 然后它的功能是写业务流程 但是它实际这里边 咱写代码的时候 那就是它这里边 得接受用户的请求 然后调用模块 然后呢 选择试图 显示显向结果 这是它的主要的功能所在 但是记住控制器里边 在控制器里边 尽量不写 咱就这么定死 在控制器里边 不写试图的东西 这里边不写iQO 怎么怎么输出 把试图数据扔给什么 把这里边数据扔给试图 让试图去显示 它怎么摆 控制器里边 不写业份模型的东西 也就是 每一个只写步骤 不写这个步骤具体的处理 就像当时刷卡 只写刷卡的步骤 而不写刷卡的后台怎么处理 因为你要混在一起 刚才说 当时不太好 所以控制器就是一个流程 今天 咱重复了好多遍了 要记住这一点 而且写控制器的人 要了解业务流 这点大家要清楚 那看一下什么是业务的处理 也就是咱们说的模型层 那首先说 模型层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代表应用程序的状态 第二个 想用状态的查询 第三个处理业务流程 第四个 通知试图业务处理的状态的更新 等等等等 这属于模型层 但这些概念上的东西咱们是不太好理解的 那 什么呢 就像刚才说的 只要是一个步骤的处理过程比较繁琐的 你就往这里架 简化这里边的代码 这里边只看步骤 第一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第四步怎么返回 第五步干嘛 那把这个处理写在这儿 而这个模型呢 写模型的人 写这层的人 他不一定去要知道业务流 不一定要知道业务流 只要是控制器让他干嘛 他干嘛就可以了 对吧 他不用管 比如说 网数据库插入的这些代码 假如说有十条 有十条 那你把它做成了一个模型 就处理 那控制器只说插入 那他就处理这个插入 过程 假如十条代码 对吧 而不管你前面做的是商城 你需要插入 还是你做的论坛需要插入 还是做的微博需要插入 总之你给我东西 我就往数据库插 给我的数据和给我的表明 我就知道往哪插就可以了 所以呢 写这层的 不用去了解业务流 就真正干活生产的 就像一个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 他不用了解市场怎么跑啊 领党流党层怎么怎么变换呢 我就是早上一来 我就是干活在车间生产 就完了 所以他不用了解业务流程 那原则上什么东西该往控制器写 什么是往模型写呢 我平时建议大家做的方式什么呢 如果 记住 如果是一个一段功能代码 被用到两次以上 这属于从用了 有从用的东西 尽量把它放到模型 这样的话 任何控制器都可以从这里边调用 来使用这个功能 那他就是一段固定的处理 所以读一个软件的流程的时候 不用读模型 而真正的想知道 某一流程中某一个布置具体是怎么做的 才去读这个调用的这个模型 否则咱们读软件 看这个就能知道 很有清晰的思路了 但后边的模型的一些响应介绍 咱们还会说 像模型的处理 大家总理解 模型那就是数据库的增长改查 我写好数据增长改查 就是在写模型 那数据库的增长改查 有可能占模型的80%左右的代码量 对于PRP语言来说 占80% 那有一些使用功能 比如发Email 那或者是发短信 或者是分页 或者是文件上传 这些都属于具体的业务的处理 那有可能都叫模型 有可能80%是数据库的操作 那有20%是其他的 比如文件的操作 XMR操作 网络的操作 等等等等 后边咱们做框架的时候 那80%中的再80% 那会被咱们框架里边去帮你实现 所以这就是三层的具体一个描述 那后边能用代码去写就好了 所以咱们先概念上了解 这三层到底去怎么分 那咱再总结一下 看视图层 这回咱们就按标准的官方去总结 那就是代表用户的一个交互界面 那对于咱们外部开发者来说呢 可以包括RTML的界面 也可以理解为Smart模板 那随着应用的复杂性和规模性呢 界面的处理 当然越来越变得挑战性了 现在外部前端这个职位也是非常吃香的 那一个应用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试图 那MVC设计模式呢 对于试图的处理呢 仅限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以及用户的请求 而不包括在试图上的业务的流程的处理 业务流程处理呢 会交给什么 控制器能和模型层 就像咱们说 比如说一个订单的试图 只接收来自咱们后边传过来的数据 并显示给用户 他不去处理这订单 那以及用户界面的输入的数据 和请求传递给控制器和模型 那这就是试图的主要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模型呢 咱先不说控制器看一下模型 那就是业务流程状态的一个处理 一个步骤的中间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这里边保证流程清洗 那业务流程的处理过程呢 对其他人来说呢 是黑箱操作 黑箱来操作 也是在有的公司里边 这样的是模型在一个服务器 你这里边在一个程序 用web service去连 对吧 另外有的模型里边呢 比如说这里边用什么语言写的 你都看不到 只是你能调用 比如说咱们数据库 如果想连接有更高效的 我可以用加网 可以用西加价 因为它有连接池 那比如说这块模型 我用西圆写的 对吧 你只要从我要 比如说要所有的用户 你只要告诉我要所有用户 我这个接口 告诉你怎么调用 那我这里边就能实现要用户 而步骤里边就一步 我要所有的用户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模型的层来说 其实对其他层来说 是黑箱操作 你读代码的时候 完全不用读它 除非你想模仿 模型去写东西 才去读这样的代码 否则的话 你只要读视图 那就能把界面掌握好 读控制器就能把业务流程 掌握好 这就够了 所以这些业务流程的处理呢 这个过程对其他来说 就是黑箱操作 那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接受控制器的一些 请求数据 并返回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 其实业务模型的设计 可以说是MVC模式的 最主要的核心 那对一个开发者来说呢 那就可以专注于 业务模型的一些设计 和控制器的流程的设计 这也是专注的 MVC设计模式 就是告诉我们 把应用的模型 按照一定的规律 抽取出来 就是在这里 把按照一定规律抽出来 然后呢 抽取的层次呢 这个很重要 这也是判断开发人员 是否优秀的一个设计的 一个依据 那抽象的与机体呢 不能隔离太远 也不能太近 MVC呢 并没有提供 模型的一些设计方法 而只是告诉你 应该组织管理这些模型 以便于模型的重供啊 提高重用性啊 这里边功能 可以很多控制器来调用嘛 这可以提高一些重用性 我们可以 用对象编程来做个比喻 那MVC呢 定义成一个顶级类 那它告诉子类 只能做哪些 但没法限制 你能做这些 那这点呢 对编程开发人员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右模型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模型 那就是什么 数据模型 那数据模型 主要就是指 对象的一些数据的保存持久化 比如说 一张订单 保存到数据库 那从数据库呢 获取订单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型 单独列出来 所以呢 有关数据库的操作 只限于在该模型中 咱说了 占80%的数据库的操作 还有些其他操作 那这个控制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部分 我们可以 理解为 什么 从用户接受请求 将模型 一束图 匹配在一起 来 共同完成 用户的请求了 那划分层次的作用呢 也很明显 它能清楚的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分发器 控制器 就是分发器 选择什么样的模型 选择什么样的试图 可以完成什么样的 用户请求 那控制层呢 并不做任何的数据处理 例如 用户点击一个链接 那控制层接受请求后 并不处理业务信息 它只把用户的信息呢 传递给模型 告诉模型 你该做什么了 对吧 选择符合要求的试图 返回给用户 所以说 也就因此 一个模型 可能 一个模型可能对应什么 或者一个控制器 可以对应多个视图 一个视图呢 可以对应多个控制器 那一个控制器呢 可以调用多个模型 等等等等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 MVC模式的优点 那 咱们现在 肯定是 有所了解 MVC模式和优点 可能有所了解了 咱们再总结一下优点 咱们说了 使用PRP开发出来的 外部项目 那初级的开发模式 就是混变 对吧 也就是RTS代码 CS代码 加速随大 PP代码混在一起的一种情况 那 也就是直接 向数据库发动请求 并且直接用RTS代码显示 那 开发速度呢 有可能说 往往会比较快 但是呢 数据页面的分离 不是很直观 因而呢 很难体验出 业务模型的样子 和业务模型的一些重用性 这是混编的一些缺点 那你在做产品的时候呢 这个产品的弹性力度 就很小了 而且呢 也很难满足用户的变化的一些需求 而咱们如果在项目中用到MVC这种模式 那他就要求呢 那应用分层啊 虽然要花费额外的工作 去把MVC模式写出来 当然你用框架就很简单了 但是产品的结构 采用MVC模式的话 产品的结构会是比较清晰 而且呢 产品的应用呢 通过模型呢 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体现 有控制器和模型分开 那体现肯定是比较好的 首先呢 他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怎么的 有多个试图对应 控制器的这个什么能力 在目前用户的需求呢 快速变化下 那可能呢 有多种方式反映应用的请求 比如说定带模型 可能是可能有本系统订单 也有网上的订单 或者其他系统订单 但对于订单的处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控制器这块 有比如说 各种地方的订单 调控制器 那处理订单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模型的一个处理嘛 对吧 那RMU新的设置呢 一个订单的模型呢 可以有多个试图 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可以减少代码的一个复制 减少了代码量的一个维护 一旦模型发生变化 一旦这块发生变化 那也容易 比如说 一旦模型发生变化呢 也容易维护 随着技术的 咱们的技术 开发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呢 现在需要越来越多的方式 来返回营营程序 比如现在手机 Pi的 对吧 那MU新模式呢 允许你使用各种各样的试图 来访问同一个服务区的代码 它包括任何外部浏览器 或者无线浏览器啊 比如用可以通过电脑 一个通过手机 咱说购买产品的方式 虽然购买 订购的流程是一样的 但控制 但处理订购产品的方式呢 有所不同 那由于模型 访问的数据呢 没有进行格式化 所以呢 同样的构件 能被不同的界面使用 很多数据呢 可能用RTM来表示 也可能用WAP来表示 就是手机里边的一些界面来表示 而这些表示呢 所需要的命令呢 是改变视图层来实现的 而控制层和模仪层呢 就是不需要 就你不需要任何改变 再哦 由于模型范围的数据呢 不带任何显示格式 任何呢 这些模型呢 可以直接应用于 接口的应用 比如说模型 你给它就是一个 比如就想象征是一个函数 我传给数据 它反位值 那反位值呢 是不带RTM的格式的 所以你想怎么显示 就怎么显示 所以呢 这些模型呢 可以直接用于接口的调用 那由于一个应用 被分成三层了 所以呢 有时候改变其中一层就能满足咱们程序的应用的改变 那一些应用的业务流程或者业务规则的改变呢 只需要改动MVC的一个什么控制器层 对吧 由于它能够把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的视图组合在一起 完成不同请求 因此呢 控制器可以说是包含了用务请求的一个权限的一个概念 它还有利于软件工程化的管理 那在不同层呢 可以MVC模式的不同层 可以各式其实每一层不同的应用呢 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点 有利于通过工程化呀 产生这个去管理的代码 当然了 MVC模式不一定十全十美 它也会有一些缺点 那MVC的设计呢 你要是就是刚才说了 设计这种MVC模式呢 其实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理解起来呢 还算是可以 但对开发人员的要求比较高 MVC呢 其实只是一种基本的一个设计思想 还需要详细的设计规划 这个模型和视图呢 严格分离呢 可能使的是调试困难一些 容易发生错误 通过咱们的开发的经验 咱们表明了 MVC模式呢 由于将应用一分成三层 那意味着代码文件的增多 因此呢 对于文件的管理呢 需要费点心思 如果咱们使用 咱们后边要讲的 BrowPP框架来开发的话 那刚才呢 说那些不足则 完全可以解决 总之 MVC构建软件 是非常好的一种基本模式 至于将业务处理 与显示分离 那强迫应用分为 模型和视图 以及控制器呢 这样的话 你会认真考虑应用的额外的复杂性 把这些思想呢 融入到这个构架中 增加了应用的一些可扩展 如果能把握到这一点 MVC模式呢 就会使得你的什么应用 开发的系统 那更加强壮 也就更加有弹性 另外也更加有个性化 这就是我要介绍MVC 最主要的是 先概念上了解东西 为什么要分成三层 这两层怎么分 后期的话 我会教大家 这都是概念上的 逻辑上的 那最主要是 代码上怎么去分 当然了 我就直接用框架 后期会介绍 而并不是说 直接手写一个MVC 因为平时 你要是写一个小项目的话 也不建议大家 去手写 先把那个结构写出来 然后再写应用 那太费事了 应用MVC模式 就直接上框架 这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就 不给大家写 也不建议大家去 手动去写出MVC模式 然后去用 当然的话 你要是有精力的话 那还是可以的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什么是框架 那框架的概念呢 那对于很多新手而言呢 可能觉得 很难这个攀阅 其实不是这样的 只要知道一个框架的流程 明白了框架的工作的基本原理 那基本类似的框架呢 怎么的 都很容易学 其实P2P真正框架开始呢 是从P2P5开始的 在P2P5中呢 面向对象的模型的一些修改 对框架发展的 这个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其实呢 P2P框架就是通过提供一个开发 外部程序的一个基本架构 把基于外部开发的P2P程序 摆到了一个什么流水线上 换句话说 就是P2P开发的 借助于这个框架 有助于促进快速忍着开发 节约了开发时间 有助于创建更稳定的一些程序 减少开发者的重复编写代码的劳动 那框架呢 还可以通过保证正确的数据操作 以及 现在呢 将咱们分层 就刚才能说的MAC模式分层 都有很大帮助 所以呢 P2P开 P2P这些框架呢 会让你花 更少的时间 去创造更大的一个外部程序 而不是经历总是编写那些重复的代码 什么意思 那咱们再画一个图 什么是框架 现在办什么事都是框架式 比如说咱们教学有可能是框架式教学 现在盖楼框架楼 对吧 那什么是框架呢 其实框架就是一个开发系统的一个半成品 那这个半成品你说他是商城 他不是 你说他是论坛 他不是 你说他是微博 他也不是 但是呢 他恰巧是商城一个项目的架子 论坛博客等等等等 一系列东西什么 最核心那部分 就是一个半成品 那在这半成品的基础上 你再加上一些业务逻辑就可以让他变成成品 所以比如说 就像我们现在盖一个房子似的 当然图画的不太好 对吧 假如说 这就是一个 框架 一个房子一个基础架构 对吧 是一个半成品 猫屁房 那你说他是商城 一个商店 不是 说他是饭馆 不是 说他是住宅 也不是 猫屁房 现在还没确定干什么呢 就看谁过来租 对吧 如果一个想开小超市的过来租 一个小超市的过来租 那他只需要在上面装修成超市的摆上货架 对吧 贴上一些广告 那有可能是变成一个超市 挂上一个牌子 如果是开饭店的人过来租 那他有可能说装修成 装个厨房 摆一些桌子 对吧 那有可能是就变成了一个饭店 而咱们如果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 那你要想开个饭店 或者想做个商城的 做个一个小超市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打地基 自己盖房子 然后自己捲门窗等等等等 那你想象这样的经历 你花在哪了 对吧 所以你开业的时间肯定是拖后的 所以咱所谓的半成品 就是他现在还不是一个成型的东西 但是呢 你装修成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 比如说你有十个类型的项目 或者十个项目 你把它公用代码提出来 那也就是一个框架 也是一个框架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框架的概念 所以咱用框架 最主要用他的部分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框架能帮你把程序的一个部署的目录结构给你搭起来 你所以说你不用说费尽心思说我图片该放在目录 我后台该放在哪 数据会放在哪 都有了 架子已经搭起来了 有了架子之外 有了架子 你按照这个框架 你只要说 我仕图该写在哪 空中器该写在哪 模型该写在哪 他已经给你指明的很清楚了 然后 还有什么 第二点 框架里边有丰富的类裤 除了能把你基础的程序架子搭起来之外 那还有丰富的类裤 你需要实现的功能 他大部分里边都有了 你只要一雕用就帮你实现了 很多功能就不需要自己写了 所以说一个框架 基本上好的框架 能帮你完成百分之六七十的代码量 虽然是半成品都要超过百分之五十 而且这百分之五十的代码 这百分之五十的代码 或者是百分之六七十代码 已经做到最优 或者说安全性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你不用考虑他的这百分之五代码优化 你只需要把精力放在你的业务流程上 和业务流程上和 你自己写的部分代码 结构上和安全上 底层上的东西大部分都切好了 最起码咱们不是PP框架 这些东西是处理好的 所以框架就相当于一个半成品 所以现在的开发模式 现在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 如果现在你是自己开 比如说 假如说你现在是接个外包 活活活什么 开发模式怎么选呢 第一个 现在很少有人从底层才去写了 从一点的代码 创建目录 创建文件开始去写 开发模式都这么选的 如果有开源的产品 一定要先选择开源的产品 有开源的产品 一定先选择开源的产品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论坛 我只要下载一个开源的产品 比如PP问的之类的 我只要换个logo 那论坛就做完了 对吧 那开源产品不光是现有的 你能下载到开源产品 很多公司一些老项目 做的东西都是二次开发 所以选择开源产品 二次开发呢 这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那你在设计新产品的时候 一个新类型的产品的时候 之前没做过的 没有开源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你要从框架上开始建 这样能60%代码 都已经不用管 都已经做到了 从一半开始建 就像一个房子 你不用盖了 你只要装修就能装成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很节省时间 所以呢 不要从底灯写 但是有一些公司 跟我反馈说 我用的国外的YI框架 CI框架 考案的框架 等等等等 用了这些框架 但是我实际给他看代码的时候 他其实用了框架 只用了一部分 就用了他搭起了MVC的架子 我说你就想搭一个MVC架子 你干嘛用这么重量级的框架 对吧 因为他们在学框架的时候 虽然是用框架 但只用了框架的一个最基础的 也就是10%的功能 其他大部分还是在框架里边自己写 而且MVC的分层还不太明确 所以这都是经验不足的一些 现象的一个表现 所以当既然选择哪个框架 那你不光就要把这框架的特点 都了解透露 才继续对框架去开发 否则的话你只用他一个MVC模式结构 不是不行 程序没有说什么东西 不合理的地方 只要处理结果都是好的 对吧 不同人写 每个人写 用每一个人的方法 方式 所以这就是框架的概念 他实现应用程序的一部分的设计 那是整个部分的一个可重用的设计 那表现为就是一组抽象的组件 及组件实对间的交互的一种方式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咱们项目的一些股价已经搭建好了 并提供了丰富的组件库 那只增加一些内容 或者调用一些提供好的组件 就可以完成你的系统 其实这就是框架的概念 那为什么使用框架 当然了 这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框架的最大好处呢 就是重用性 那面对象系统呢 获得最大的一个复用方式呢 就是框架 那一个大的应用系统呢 往往可能由多层相互协作的框架来组成的 因为外部系统发展到今天呢 已经很复杂了 特别是服务器端的软件 那涉及到的知识啊 内容啊 问题呢 已经非常多了 那在项目开发中呢 如果使用一个成熟的一个框架 那就相当于让别人帮你完成一个基础的工作 那都是50%以上的 你只需要集中精力完成那系统的业务逻辑的设计 而且呢 框架呢 一般是成熟稳定的 它可以处理很多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社会处理啊 安全性啊 数据流程控制等等问题 还有的 还有就是框架一般的都是经过多人使用的 所以呢 结构很好 扩展性也很好 而且呢 它是不断升级的 你也可以直接享受别人升级代码带来的好处 那框架呢 也可以将问题划分 嗯 划分成多个来解决 易于控制 易于扩展 那易于分离一些资源 那应用框架呢 强调的是软件设计的重用性和系统的可过来性 以缩短大型应用系统的开发周期 提高呢 这个开发质量 MVC模式是软件的一个知识 一个框架中往往含有一个或多个设计模式 比如说当博物P2P里边 那用到了MVC模式 工厂模式 单力模式 这些模式都用上了 对吧 所以说框架是软件 而设计模式是软件的一个知识 那一个框架中往往含有一个或多个设计模式 这点让大家清楚 那现在几乎所有流行的P2P框架都能实现MVC设计模式 将你开发的程序在框架中的强制分为视图控制器模型了 所以你写成一直接写模型控制器视图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使用框架就不用再纠结如何去实现MVC模式了 最起码使用咱博物P2P这个框架 你是不用去纠结了 如果不用框架去实现MVC模式 那就不仅MVC模式不容易理解 分离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都使用框架去设计MVC模式嘛 一个框架不仅需要实现MVC模式 还很考虑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咱博物P2P框架 或者是其他常用的框架都应该有的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目录 比如框架应该有的最少的功能 组织结构 目录组织结构 也就是好多框架可以自动部署项目 所需要的全部的目录结构 按照框架的规则要求 创建项目的应用目录结构 像咱开眼的框架 一般的都是为了方便用户 都会帮你自动创建 而且公司内部自己开发框架都要求手工创建 按照一定规则创建 也就是你必须按它的规则去创建目录结构 因为这种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你不能随意创建结构 这样随意性的话 那软件就是不好控制的 还有一些类的加载 框架中的所有开发中用到的功能类 都可以自动加载 包括系统中提供的强大的激烈类库 和用户自定一些类库 都可以在框架中自动加载 还可以有一些最主要的是什么 还有一些基础类 基础类 那每个程序的框架中呢 都为用户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鸡类 让成员在自定发表中呢 可以使用到从鸡类继承过来的大量的功能 还有什么像UR一些处理 几乎框架中的几乎都需要对UR去处理 对UR的管理呢 包括两方面 首先呢 用户请求来约定的URL 还有应用程序需要解析 它变成为可以理解的一些参数 第二呢 应用程序需求呢 提供一种创造UR的一些方法 以便创建UR呢 可以更容易理解 这在咱们比如PP里当中都会多次去说 后边客人能介绍 这只要了解一下 还有输入的处理 那用户呢 输入一些 还有输入的处理 输入通常是在UR参数中的 上面UR参数中的 就类似于或者通过表单提交 那防止的一些不合理的数据和 因为输入处理就意味着安全性 用户输入的数据一般的 有的是不可靠的 所以呢 咱们一定要处理 那框架中的可以完成 对输入内容进行过滤 以及自动的一些数据验证的 等等的工作 还有 错误异常处理及调试 错误 比如说还有调试的一些功能 等等吧 这些都是一块这样 咱们在使用框架的时候 框架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配套的 错误处理方式 和程序调试的模式 方便成员快速解决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还有咱们说的一些扩展功能 在框架中提供 除了提供一些丰富的类裤之外 那还有提供一些长的扩展类 包括外部箱中一些常见的功能 比如像分页上传 email 发送email 短消息之类的 等等等等 那目前比较流行的框架呢 有比较比较多了 比如说 PP框架呢 跟其他原相比 它是最广泛的 国内外框架加在一起呢 不止几百种 那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几个 国内和国外一些流行的一些 mvc的框架 那具体的排名呢 未必准确 因为有的框架呢 升级晚呢 或者什么东西呢 上下排名呢 有可能说会有一些差距 比如说 Yi 这框架呢 是现在目前国际上用的 比较多的一种框架 因为它是一个基于组件 高性能的一个PP框架 它最主要是用于开发 大规模的外部应用 它采用严格的 面向对象的一些东西去编写的 并有着完善的酷 引用 以及全面的一些教程 这是从mvc啊 到rbc啊 等等等等 外部服务啊 主体优化呀 语言的字符集啊 它这里边 也就是Yi提供了 今天外部应用开发 所需要的几乎一切功能 而且这个框架的价格 也并不太高 那Yi呢 是最有效的PP框架之一 现在国内有很多企业在用 还有像 CI框架 它呢 是一个呃 也是一个应用开发框架 一个为建立PP网站的呃 一些呢 建立PP网站的一些人 所设计的一些工具包 那其目标呢 在于快速的开发项目 这框架呢 它提供了丰富的呃 丰富的一个库组件 可以完成一些常见的一些任务 以及简单的界面 还有富有条理的架构呢 来访问这些库 那使用这个CI的开发呢 可以往项目中注入很多的一些创造力 那因为它节省了大量的呃 编码时间 还有像国内用的 像咱们用的也比较多的像 呃 像这个 口 哈呢 这框架 它的中文呢 呃 是对存PP5框架 的一个推广 而建立的一个交流平台 它是一具MVC模式开发的 完全的一个社区的一个驱动 具有 比如说高安全性 呃 轻量集代码 那还有什么迅速开发 而且呢 上手比较容易的一些特性 等等吧 那还有很多框架了 比如说国内的框架 就TP框架 当然除了接着国内 我得接着一个ZF 就站的服务work 这是官方的框架 也就是站的 不是咱们官方的吗 PP官方的 那这个框架呢 作为PP预速和精神精髓的一些延伸呢 站的框架的基础呢 在于简单 面向对象的最佳方法 方便企业的许可的协议 以及经过反复测试的一个快捷库 那站的这框架呢 旨在什么构造更安全 更可爱 外边2.0的应用 以及外部服务器 呃 比如外部服务器 不断的 从前沿厂商 比如说 呃 在API那里吸取了一些精华 但是 它虽然是官方的 又提供大量功能 但是这个框架 现在有点又大又笨的感觉 所以不太适合 PSP初学者使用 所以不建议你先从这框架开始学习 当然了 除了咱们这些 呃 上面咱们说的这些 国外的一些框架以外呢 在国内咱们说 也有一些非常好用的PSP框架 符合中国城外的开发习惯 也有详细的中文参考文档 但是国内的框架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不太符合规范的地方 因为国内呢 呃 比较流行的框架 比如说有SyncPSP啊 QPSP啊 加上咱们BrowPFP 因为咱们BrowPFP后边 我想先介绍啊 那比如说咱们BrowPFP 就是专门为 呃 咱们吸收PFP的读者啊 和咱们LAM兄联的 呃 在校学员和一些 呃 网络开发爱好者 专门提供的一个 学习型的 开发框架 对于PFP开发者而言呢 当然了 你使用PFP也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 那去学习周期呢 只需短短一天 就可以搞定 所以学习情况 学习速度快 而且结构清洗 代码呢 类简洁 这都是一个 呃 咱们这个框架的一个优点 所以说另外呢 除了在开发中呢 使用一些开源的框架以外 好多人的公司 都有自己的开发框架 因为开源的框架 对于使用者 是开源的 同时对黑客也是开源的 所以呢 一些黑客 了解你使用框架的一些漏洞 则所有使用这个框架的开发者 对项目存在 同样都会有同样的漏洞 但公司内部开发框架呢 考虑更多的 还是运行效率的问题 所以啊 用用的简单性呢 会稍差一些 好多功能的需要成员呢 一些手工设置 而且开发文档呢 呃 很少见都是通过呃 开发人员做的一个项目代某 从那里去分析怎么去应用 好 框架的咱们也介绍到这里的吧 啊 这几个时间咱们比较长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模块 什么是操作 以及在项目中如何合理的划分模块和操作 其实呢 我们为了能更好的便于协作开发 节约呢 开发时间 以及呢 减少从物的代码 我们需要将项目呢 划分为各自独立的模块 并且呢 每一个模块才采用独立的MVC设计 而不是整个项目 你就分成了三部分 而是项目中的每个模块去分成了三部分 一定要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模块呢 是一个咱们设计项目的一个 呃 可以看成是一个呃 单位 用它去设计和开发项目 这样呢 能够更好的进行管理 以及维护啊 还有扩展 而模块的划分呢 又是多个相关用户操作决定的 比如说咱们后边的BrowPP 那就是呃 基于模块和操作的一个框架 每个模块都能遵循独立的MVC的一个层次结构 那在项目划分模块呢 在咱们程序中呢 完成什么是模块 要一定要确定 就是在程序设计中 为了完成某一个功能 所需要的一段 程序或者子程序 是能够单独命名并且独立完成一定功能的程序员的集合 那是独立的程序单位 也是大型软件系统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是项目中一种文件的组织形式 那主要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代码组织在一起 使其他程序边缘中呢 可以导入并且调用现成的模块中的子程序 节约开发时间 介绍从代码 缘运系统的开发 它具有两个基本特性 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 外部特征呢 是指模块跟外部环境连接的接口 即其他模块呢 和程序调用该模块的一种方式 包括输入输出的参数啊 引用的全球变量和模块的功能 那内部特征呢 就是指模块的内部环境 具有的一些特点 确定了模块之后 那咱们再确定什么操作 其实操作呢 就是指用户对模块管理的一种行为 是按照用户一定的规则和要领 操作模块的动作 项目中的每个模块 都是要用户去操作的 所以确定每个模块的操作 就能确定用户对这个模块的管理行为 那确定了操作 也就确定了一段独立开发的程序代码 比如说一个友情管理 友情 链接一个管理 那这个就可以看成一个独立的模块 对吧 那我们对这个管理 那用户就可以对他进行添加修改 查看删除搜索 那这些就是对这个模块的操作 那每一个操作 我们都可以建立一段独立代码编写的一个过程 如果一个模块的操作比较多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操作的性质 将这个划分成多个子模块 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来确定 假如说到后期开发的项目 是这样的 你看 比如说loghost 这个 在这个项目里边呢 操分为前台和后台 看不清换一下 4UBC 哦 验证码出错 RSPA 你看 咱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 那这样的话 咱们前台和后台 其实这个属于两个大的应用 前台 后台 那我在这标志上 而在后台里边 你看 在后台里边我们有三个频道 系统管理 内容设置 用户管理 这是三个大的频道 我们其实把三个大的频道 可以看成是三个模块 但是比如说 内容管理 那有相册的内容 图片的内容 栏目的内容 文章内容 混动片的内容 友情连接的内容 等等等等 那如果这些放在一起管理 那看着一个大的模块的话 那有可能 我们需要的操作就非常多 所以在细分 比如说内容管理 分成相册管理 图片管理 栏目管理 文章管理 和缓动会面管理 分成这么五个模块 五个模块 然后指定每一个模块的操作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在后台里边 分成了三个大的频道 而每个频道 下边又分为独立的 下边小东西 这就是一个模块的划分 所以在后台里边 咱们后边这项目会响应讲解 这里边大家只要了解下去就行了 所以在后台 我有多少个模块呢 登录是一个模块 整个后台管理平台是一个模块 然后系统管理 是一个 常规管理是一个模块 公告管理是一个模块 友情连接是一个模块 然后呢 添加相册是一个模块 图片管理 栏目管理 文章管理 环灯片管理 然后呢 用户管理和搜索管理 一共后台分成了12个模块 所以是12个独立的子程序去组合成的 当然了 我可以把几个模块合到一起去 比如说 用户和用户组放到一起 那可以看上一个模块 但是呢 操作就比较多 不光是把这看上一个模块 这三个每看上一个模块 整个后台我都可以用一个模块去管理 但是你想想 那样的操作是非常多 非常的繁琐 跟不划分模块是没什么区别的 所以模块 大家尽量去往细了去划分 那一个模块 比如说 用户管理 我可以把用户添加和编辑用户 再拆成两个模块 这又拆的太小了 所以呢 一个模块要合理 所以呢 我通常建议大家 用操作个数来划分 一般的建议大家控制在一个模块的操作 比如说有情连接增删改查 对吧 建议大家操作在六个到十个之间为一个模块 如果你有二十个的话 竞争拆成两个到三个 然后起个模块名 是这么区分 比较合理 那前台呢 前台我们 其实大的应用 前台又分成两个应用 一个是页面展示 比如说咱们文章展示啊 一级页面 二级页面 三级页面啊 和 个人中心 那我可以看成两个模块呢 可以 没问题 比如说 但是个人中心 你要看成是一个模块里边 里边有比如说 有站内信 有个人信息资料修改 然后有收藏 文章编辑等等等等 那最好是将个人中心 你再拆成几个模块 比如说头像设置 站内信 对吧 内容管理等等等等 比如说收藏啊 推荐啊等等的内容管理 你再分成四个模块 那有可能是更好控制一些 而前台呢 比如说前台 我可以是首页作为一个模块 二级面一个 三级面一个 搜索一面一个 完全可以 但是呢 分的比较散 如果把前台页面 首页二级面 三级面和搜索页 看成是一个模块的话 这样的话 可以用一个控制器去处理 但是咱们后边的项目呢 我举了很多反例 比如说 像后台都是按正常分的 前台就举了反例 比如说明明能用一个的 我给你猜成了一个 比如说用四个模块 后台呢 明明能用四个的 我竟然合成一个模块 这样就是一个反例 是有的东西操作很少去一个 有的操作有几十个 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去合理划分 所以后台正常分 前台呢 是反例 在咱们箱里边是这么用的 后边呢 咱们在讲项目的时候 我都会具体跟大家说 所以这个只要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模块 就是将项目分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位 那什么是操作呢 就是对这个模块的用户 对他的什么管理行为 就是操作 所以说 你只要模块划分出来了 那MVC模式是指的 每个模块分三层 而不是说整个后台分三层 一定要确定这个 因为每个模块都是独立的一个项目 既然独立一个项目 就要独立的MVC模式 是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像什么 用户组和用户管理 咱们可以看成一个模块也行 混在一起也行 拆开也行 对吧 又混在一起呢 就不太容易管理和扩展了 所以呢 划分模块最好的根据 就是根据操作数的个处决定 如果一个模块中操作太少 那在项目中的模块呢 必然就会过多 而模块中操作过多 而模块的管理又会太差 那最好是控制一个模块 咱说了 六个到十个之间 或者八个到十二个之间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就得根据自己的分析设置了 好 这一刻呢 咱们介绍的都是概念性的东西 所以大家先暂时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了解 那后边呢 咱们会针对这些概念的东西 详细把它用代码也好 或者用实体的东西也好 把它实现 所以大家通过后边的课程 框架的学习和项目的学习 那你逐渐会领会这些 什么是MAC模式 什么是框架 什么是模块 什么是操作 也会合理的划分 这是在做项目之前 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好吧 这几课 咱们就 这样到这里边 好 谢谢大家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重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伤悲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村民共觉晓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 以命脑 待订阅学习 学习PAP 众里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给 Brus炀 他 你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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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